將也請佛加持劃成焉共布施給孤魂野鬼 或所有墳墓 最後再把這個回向給你的爸爸媽媽 那你在墳墓去做也可以 你在家裡做也可以啊 什麼是回向 我搞很久才搞不懂 回向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布施100塊美金去幫助窮人 但是我不要貪這個功德 OK 我把這個功德要慈悲 回向給所有沒有福報的眾生 那你看所有沒福報的眾生幾百億啊 對很多 那你這個功德就幾百億乘以100美金 那這樣也是一個貪心啊 我想要乘好幾百億我才這樣說啊 因為你 我的講是無法避免的果報 因為我自己不貪這個功德 我把功德回向給眾生 反而功德不得不跟你 而且功德變成百千萬一倍 所以地藏經告訴我們 你念完地藏經 不要光回向給你的祖先 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在受苦 假設你這樣認為 那你送地藏經 更要回向給所有往生的人 那福報有這麼夠分嗎 夠 因為這個回向 跟就是說 我一杯水給你一個人不一樣 因為這個回向佛一加持 有一千個眾生就變成一千分 有一億個眾生就變成一億分 所以這是沒有分不完的問題 分不完 就是說一滴水滴到大海 整個大海永遠有這滴水 那如果你不回向 這滴水放在石頭一下就蒸發掉了 唉唷這個便宜便宜啦 對那你回向以後不但捨棄執著 你還得到更大的福報 就像你布施一百塊捨一得萬 因為你布施嘛 是是是 那你為什麼布施 我根本不是為了得萬而去布施的 是 但是因為你當下的那個不施心 所以你就發財啦 那回向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語啊言語啊說的 那每一部經裡面都有就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他眾生都得到 我等於眾生 通通得到 也包含你喔 皆共乘佛道 皆共乘佛道 然後回向往生者就念 願生西方淨土中 還有這個祭語 那如果回向現世者 願消山藏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在佛經裡面後面都有 那如果你不會念 這會忘記啊 我這個功德布施給所有眾生 這樣也OK 這樣也OK 然後 那你可以念一萬個回向 譬如說布施給所有眾生 布施給所有生命的老人 布施給現在的那些小鳥 布施我家裡的爸爸媽媽 你都一直唸可以 一直沉一直沉 你越來越多功德越大 我布施給美國 我布施給加拿大 像我都是這樣念啊 我從 從洛杉磯來 我從那我就一直在回向 今天我在LA 明天我要去亞特蘭島 我都一直回向 再來我們再去加拿大 我都一直在回向 因為我每做一個功德 那你想想看 你可以回向一個鐘頭 誰看你啊 但你回向一個鐘頭 這個鐘頭是很慈悲的 那力量就更大 所以那你在美國你要回向 我今天念了這個經念大佩座 回向給所有美國的黑人 那你就跟一億個人結緣 再來 所有往生的黑人 那你又跟他結緣 那你這樣就一直培養愛 然後對方真的得到喔 然後相信他就得到 這是既八關在戒 第二大秘訣啊 回向 所以回向也是一種修行 回向也是修行 對你住在這個社區 那願這個社區的所有家家戶戶 等人都得到我的功德 願這個社區的每一個土地神 術神都得到我的功德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念一個鐘頭多慈悲啊 是 問題是你要不要這樣修啊 就是說 你在做每一件事情 譬如說我現在要送地藏經了 你也可以 以前都以為這是刑事主義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真的 萬法唯心照 譬如說我要送地藏經之前 我一定先念 我有一個鐘頭 我今天要送地藏經 願第一頭 你可以念 還沒開始念 我就可以已經修悲心修一個鐘頭了 因為我要開始念了 就像他們要攝影 你看從下午忙到現在 對 功德不是現在 所以我常跟我們攝影師說 你們下輩子已經帥的不得了 聰明的不得了 都是正法 而且多少人看 你們功德超過我 我不過是電視上的一個東西而已 透過攝影機 透過網路 發自在前面 對不對 才是真理嘛 是 所以問題就是說 他從開始作業到現在 都是在做功德 是是是 都是在做功德 雖然很累 但是很有意義 是是 就像你一樣 就是說 今天下午我要來 你也要提早來作業 想想要問什麼 那個時候你已經在積功德了 我只是想大家想他的問題 因為你在想的是大家不是我老 你只要一直別人想 後面的財神就一直來慈悲 是 後面的福報就一直來 我們關心別人的小孩子 你的小孩子長大一定很乖 因為你在關心他們 我們關心別人的爸爸媽媽 你的爸爸媽媽一定會很好 是 所以佛教要我們做什麼事情的動機一定要為眾生 是 最後做完了 更要回向給眾生 是 不執著給我爸爸媽媽 是 當然最後一定會有回向給爸爸媽媽 所以我想 那當然回向就可以講一部經 佛陀在各種經典講我們回向的方法 哦 所以這一點還是要 老實說來到美國人應該都是知識分子 特別年輕人 對 真的花點時間看看佛經 現在佛經還免費還拜託人看 對不對 你看其實素食店都擠得滿滿的 人家都不拿 真的 我是最聰明的 所有我都把它看完了 哇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真理 我不要浪費 我已經浪費了一半 半輩子了 我不想再浪費了 對啊 感謝感謝法師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總結 法師我們剛剛兩個最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所有事情都反作用力 與其去抗拒他 或想要期待改變這個作用力 不如去反過來思考 直接去 比如說希望人家喜歡你 你就先先愛別人 希望人家 找到男朋友 找到女朋友 去佛前共化 這些都是反作用力 反的想 不要想自己先想別人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最大的法寶 就是八關宰戒 如果守一日一夜八關宰戒 就是殺到隱忘久 不去消遣 就是娛樂 不睡高管大床 不香花圖身 就可以得二十小節的天人福報 幾百億年了 我也算不清楚 第三個大事 就是做事情要回向 超讀祖先回向 對自己人生會變得更順 法師有沒有什麼事情 來跟我們再開始一下 首先我要隨喜 我們馬正義菩薩的慈悲 除了家庭事業在努力以外 進一步能夠關心眾生 關心社會 就是說 懂得佛法 所以我心裡一直期望 不但是馬先生 就是各位你現在在看網路 你也是關心眾生的 就想關心你自己 所以為了別人 我們要多一點了解真理 為什麼 可以幫助 像馬先生的小孩子還小 小學 對 太太還年輕 父母都還在 那你懂 你就可以幫助他們 因為他們如果平安你就平安了 對 意思是說這個關係很好 那如果利用這個關係 也讓別人有機會得到快樂 對 那為了要讓別人得到快樂 所以我要把自己塑造一個 模範的人格 模範的人格 特別是華人 我不需要跟你爭權奪利 但是我是一個 非常模範的人格 我們華人 其實不要在 我是說少數民族來自我看不起自己 嗯 因為我懂得佛法 我太寶貴了 嗯 但是你們不知道啊 是 喔在美國 他們一直在平最強的國家 最先進的 對 但是很可惜 那個都是一個表面 一個暫時的果報 因為他們不了解來勢怎麼樣 所以那我們都知道了 那所以我想 今天我們大家一起關心社會 一起關心父母 一起關心家庭 一起關心國家 那為了要關心 那我們一定要負一點責任 是 不能拿個針就亂打針了 是 也就是說我們要去清淨善知識 或是自己多看佛經 釋迦牟尼佛說 就算沒有法師 你只要看佛經 按照戒律去做也不會走錯路 就可以碰離開很多邪師 那你如果看了佛經 又守戒律 那你自然就會碰到好朋友 好的道場 所以 當然透過電視網路 也可以成為一個好的道場 所以我們在這邊 希望我一直跟馬先生說 我一年才來一次 佛經商 搞不好不見得每年來 但是 像您在這邊 那你就要負起一個責任 好重的 好重的 為什麼 因為 上有老下有小有 有職員有員工 還有二十間學校 對不對 有這麼多員工學生 還有很多社會關係 什麼叫智慧 該做的一定要去做 不該做的不要做 叫智慧 會傷害自己 會傷害別人 千萬不要做 能夠幫助別人 又可以幫助自己的 一定要去做 這個叫智慧 那我們聽了佛法才知道 當然 善有善保 惡有惡保 是 不能為了賺錢 不擇手段 對不對 那既然要辦教育 那家長就是希望這個小孩子 除了會讀書 有成就 又能夠做一個好人 那我們要對他整體關懷 是 也讓 也讓這些家長 都知道 你送到我這個學校來 全包了 我把他當作我的兒子來看 不是灌輸他宗教信仰 是 大家要憲天主教基督教 我們要的是精髓 而不是排斥 你都可以隨起你去信仰 只要你升天 是 只要你快樂 現實快樂來時升天 OK 那我想我們必須負起一個責任 我想做家長的 剛剛講談到家長跟子女問題 因為你家長沒有了解 所以你就隨便做一個決定 到後來才後悔 對 那我想那現在來得及補救的 我們就開始去了解 去溝通 去站在對方的立場 夫妻之間永遠要站在對方的立場 那就可以改變 願這兩個鐘頭 對我們自己 對父母 對周遭 對世界 都有幫忙 只要我們去實踐 佛的思想跟行為 實踐 而不是 這個叫修行 而不是光聽光討論 是 要實踐 所以最後我們來回向 把這個功德回向 來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願往生 願現世者平安 願現世者 願小孩子守道德 願小孩子守道德 願老師有思想 願老師有思想 願父母能夠了解佛法 願父母了解佛法 願一切滿願 願一切滿願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謝謝法師 生命的力量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 理苦得樂 所以 生命電視台 帶著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都 護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常與人與物流於地 基善人家必有於慶 曾經三餐溫飽 依賴我 營養需靠我 你我皆愛惜生命 今日欲要殺我養己 於心何任 更刺在喉 痛苦難當 何況垂吊時 魚兒穿喉之痛 慈悲與智慧 應從小小動作開始 施捨於物 點滴不浪費 既不虧己又為善 既環保又衛生 這就是仁慈 世上刀兵大劫 皆由人心好殺至 若人人戒殺放生 則因此被悟命之心 刀兵土歌劫 自然消滅於無形 人間有愛 動物有情 和諧美麗的世界 就在眼前 愛護眾生 如愛護自己 這就是慈悲 愛護神 打赴 文字幕分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